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藏工部江达县 中国海拔最高的松茸产区之一 每年的七八月份 当地的松茸采摘户 家措和卓马夫妇 会进入深山采摘松茸 售卖松茸的收入 是他们一年中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松茸生长在高山上 为采摘松茸 家措夫妇需要徒步攀爬四个小时 在山上 有时要走上百米 才能采摘到一棵松茸 今天他们运气不错 大半天的辛苦 收获了一斤多的松茸 给个一百五 我知道这个没办法嘛 但售卖松茸时 反复讨价还价 家措夫妇辛苦了大半天 最终收入不到二百块钱 王磊是一家物流企业 在西藏地区的技术负责人 这一压两压是吧 他和同事有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发掘出西藏地区的优质产品 并将这些产品优质优价地 销售到内地市场 不仅如此 他和团队还想办法解决 这些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 一系列问题 在宫布江达县 有许多和加索卓马夫妇一样的 松茸采摘户 都遇到了松茸采摘辛苦 售卖价格却不高的情况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因为西藏松茸 缺乏品牌影响力 消费者并不清楚 西藏松茸和外地松茸的区别 宫布江达的松茸收购期的时候 有大量的内地松茸运上来充斥到宫布江达市场 扰乱了自治区的松茸的市场秩序 冒充宫布江达的松茸又卖给了内地市场 为了帮助松茸采摘户们增加收入 也为了让消费者能够认准西藏松茸 王磊和同事们想为西藏松茸 打造出一个防止外地松茸仿冒的品牌 来咱们村子里收购松茸的 是咱们自治区本地的人多吗 还是这种全国各地的都有 绝大多数还是这个村子附近的人 在通过对松茸的采摘销售等环节 进行规范化管理 提高松茸的价值 让他们能去用到一些新气化的手段 让消费者看得清认得准 这样能够增加松茸采摘户的收入 我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 来认可咱们林芝的松茸品牌 或者说自治区的野生松茸的品牌 他也会一定程度上 愿意去付出对等他的品质的价格 那么随着这种售价和品牌的提升 又可以把一部分叫市场空间 或者说市场利润 留给自治区的松茸产业 自然也就会有一部分利润 再去可以回馈给一线的采摩者 打扰你们了 我们今天来您村子里看一看 王磊和物流团队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 希望在当地运用一种 在许多农特产品品牌中得到广泛运用的技术 叫做物流溯源技术 物流溯源技术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标注产品的产地 以及产品生长和生产的特殊环境 与同类产品进行区分 除此之外 物流溯源技术还对产品从生产 加工运输到销售 进行全流程监管 通过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来提升产品的品牌价值 王磊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技术 让公布江达县的松茸 都能拥有一张 区别于其他地区松茸的特殊身份证 比如说我们消费者 他就是从这个平台上去买到的松茸 您看我的生长过程 无论是先松茸 还是初级加工品 在它的外包装上都会有一个二维码 市场的消费者 他用手机APP一扫 然后所有的这种数据的信息 就呈现出来了 其实就是用数据和信息的手段 来给我们公布江达的松茸 一个身份证 一个标签 并且这个标签是不能伪造的 物流溯源技术 集合了物联网 数据处理等多种信息技术 拥有防信息篡改 伪造的特点 但是要想实现松茸品牌溯源 需要在松茸产地 安装一种特殊的设备 这是一种能记录当地气候环境 和空气湿度等信息的 溯源装置 叫做气象炸 它依靠小新光伏板 吸收太阳能发电 还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 定位松茸产地 王磊和他的同事们 打算在公布江达县的松茸产区 安装溯源装备 通过标记松茸产区的地理位置 和空气环境 作为公布江达松茸的 溯源信息之一 但没想到 由于设备安装的位置 位于村落的附近 因为当地村民 对物流设备不了解 担忧设备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因此并不支持设备安装 当地的群众或者说村民 包括之前的监管部门的质疑 他们也会有 你有没有辐射 包括你有没有影响我家的牲口 有没有影响我家的牛 然后他也会说 那你占了我的土地 占了我的草皮补偿怎么办 王美和同事 如何才能够打消 当地村民的顾虑 让物流设备顺利安装呢 我们想去走访一下 咱们一线的松茸的采拔户 那也就是我们栽叶村的群众家里头 对对对 行 那就去咱们栽叶村的这个群众 好 请进 这个就是我们大日村的群众 名字叫扎西 扎西 扎西大哥 沟通是最重要的 王美和同事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 走访了有顾虑的村户 介绍物流设备的用途 打消当地区民的顾虑 两个月之后 西藏团队终于顺利地将溯源设备 安装在了当地的山坡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 gerçek了 也就怎么了 西藏农特产品品牌建设和数字技术落地不容易 因为所在环境和区域不同 农特产品在生产种植的过程中 常常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 因底质疑妥善解决 这同样给王磊和物流团队带来了挑战 这天王磊他们接到了波密县 一家种植培育基地的信息 基地一直同他们进行着溯源技术合作 最近基地遇到了麻烦 希望王磊他们过去看看 距离拉萨600千米的波密县 在茂密的丛林中种植着一种药材 天麻 天麻 是一种药用植物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波密县 平均海拔3300米 这里虽然地处高原 但是水资源丰富 植被茂密 气候湿润 给天麻生长 带来了极为优越的环境 因此 天麻也成了波密县的特色农产品 是许多波密县百姓的收入来源之一 但是天麻原本是一种野生植物 每年到了海摘季 当地百姓需要上山采收天麻 非常辛苦 三年前 这里建立了天麻种植基地 放在这两段磨刀之间 让传统野生采挖的天麻产业 实现了人工种植 但没想到 这些天麻 却成为周边猴群寄予的美食 猴群常常闯入天麻林偷吃 给基地造成不小的损失 王磊和团队有什么办法 能够有效解决猴群 偷吃天麻的情况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揭秘 黄豆是最近一批麻下去的 是吧 天麻虽然实现了人工种植 但培育天麻的过程 却极为不易 种植基地的工人们 先要将天麻种子 按照不同的批次 栽种在田里 一年半之后 再将已经发育完成的天麻幼苗 移栽到树林中 我们打开一个菌堂 看看它的生长情况吧 我们就开这个吧 好 从种子长成天麻 需要三年半的时间 这个就是一个天麻的种子 而且种子的存活率非常低 虽然它一株天麻会有几万颗种子 它就像那个粉末一样去撒出去 但是呢 它这几万颗种子里面的存活率 只有万分之几 不超过万分之十 王磊和同事希望 能够帮助种植基地 解决猴群偷吃天麻的问题 像它这个猴群它能报警吗 现在咱们的视频监控这一块 它没有一个报警是吧 对 我们在做需求对接的时候 可能这块 比如说猴群这个问题 当时确实没发现 这些画面 是王磊他们此前安装的 溯源装备拍到的 一年前 王磊和同事与天麻基地合作 在天麻地周边 安装了13台溯源智能装备 采集天麻产地的天气 土壤湿度等数据 还配备了高清摄像头 拍摄天麻地里 人工管理和培育天麻的 作业情况 溯源装备结合大数据管理平台 不仅可以采集天麻的溯源信息 提高天麻的品牌价值 还相当于一个农业智能管理平台 对天麻培育种植 进行科学管理 王磊想通过溯源设备 解决猴群入侵天麻林的问题 有猴群入侵 算法识别上实现是比较简单的 王磊的办法 是给农业智能管理平台升级 安装报警系统 来预防猴群入侵天麻林 我们只需要去标记 什么样的是猴子的动作 什么样是猴群的动作 你可以让我们的后台 对他们一些影像特征进行记忆 记忆之后 它就可以识别 一场闯入的话 它都会记录 它都会发出预警 对 我们管理人及时去干预 这个采拔人员 升级的设备 给天麻架上了警戒线 猴群再也偷吃不到了 回程的路上 王磊在中突休息时 不同了家人的视频 爸爸 哎 韩璐 我让你看看这个西藏的美景 有猫牛吗 猫牛刚才特别多 等一会儿我遇到了大猫牛 我再给你们拍 到西藏工作以来 王磊已经有大半年没回家了 团队的大部分工作人员 都来自全国各地 离家千里 他们只能通过视频电话 缓解对家人的思念 出差一个月 王磊和同事 行程超过2000千米 帮助三种龙特产品 找到了目前遭遇的难题 并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是西藏团队 长期以来投入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 是否能够帮助西藏产品 提升销量呢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揭秘 一年的时间 王磊和同事 踏遍了西藏自治区 七个地市 二十多个县 行程超过五万千米 并通过数字物流科技 十二十五种农产品 走出西藏 两年间 西藏农特产品的销量 提升了十倍 我们是希望围绕着西藏 特色的农产品 让它的产业 让它所创付的那些钱 是留在当地的 留给西藏人民 让我们自治区的老百姓 去享受到祖国发展的成果 去享受到一个商贸流通 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这就是我的幸福感 数字化的浪潮 从城市扩展到乡村 快递进村 网络课堂 一晚人民 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 有了更多获得感